枕上书大结局 凤九悲痛欲绝身下白滚滚 帝君偷心画戒表真心 在大结局中迪丽热巴饰演的清秋帝姬白凤九因为误会 呼声前往凡间历练 悲痛欲绝身下白滚滚 而隐瞒真相的帝君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心 偷了半颗心画作一枚戒指 送给了凤九 魔族公主姬衡 因为帝君百年间的照顾 开始痴缠帝君 当他得知帝君要取凤九时 就拿出了父亲当初的信物 要求帝君休妻 终身不能再取 也正是因为这样 帝君错过了自己的大婚 而燕池物为了护送姬衡 又忘了向凤九解释 凤九以为帝君兜兜转转 最终还是发现自己爱的是姬衡 所以才讨婚 悲痛欲绝之余 发现已经有了身孕 而帝君为了在雨话前再见凤九一面 利用叶青蹄的飞声 逼迫凤九现身 为了保护凤九隐瞒真相 帝君装作没有发生什么的样子 将自己剖心做的戒指 送给凤九 为的就是在自己雨话后 也能保护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